我們是東京營酒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維恩 在日本總是被便利商店琳瑯滿目的飲料所吸引 然後不知道要下手買什麼嗎? 今天我們很開心跟三德利合作 要來介紹一些很有特色 只要在日本的便利商店就可以買到的酒類 還有其他的飲料喔 在日本也常喝酒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飲酒文化之一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了 比較特別的是在大阪的任公園 然後我們也要用鞭酒啊 跟在公園裡面各處一邊聊天喝酒的方式來介紹給大家 首先我們要先來介紹這一個是 燒酒碳酸調酒 Chew High的-196度C Strong Zero的雙檸檬口味 這個酒啊它喝起來還蠻清爽的 然後那個檸檬的味道還蠻強烈的 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其實是沒有糖分的 所以很適合在吃飯的時候配著喝 那另外呢 這個酒啊因為是果味 所以呢我覺得還蠻適合在夏天的時候飲用 我接下來要介紹三德利推出的沒有酒精的啤酒 All Free 那All Free除了是零卡零糖零酒精之外 如果要健康導向呢 那也很適合參加聚會想喝啤酒 但是卻要開車的人 接下來呢給大家介紹這一款 三德利推出的頂級啤酒 叫做The Premium Maltz 其實我覺得出國旅遊的時候 應該大家最常選擇的酒精類飲料 應該不外乎就是啤酒 尤其是在便利商店的話 可能大家一起去買 然後買個可能一手啊 然後回房間盒都是 我覺得創造這種旅遊愉快的回憶 蠻好的選擇 它入口第一口 我覺得那個香氣很夠 而且非常的甘甜 然後完全沒有那種苦澀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就是 沒有很習慣喝啤酒 或是怕那種 比較偏苦味啤酒的人 可以嘗試看看這一款 聚會的時候很推薦 除了啤酒以外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 Toris High Bolu 也是拒絕我很常見的飲料喔 喝喝看吧 它High Bolu的這種飲品 就是威士忌調和汽水的一種飲品 哇 這款飲料有點偏苦澀 一種大人的風味 乾杯 我們現在喝的這個呢 是Holo Yoi 那我喝的是白色沙瓦的口味 我喝的是白桃的口味 那雖然這個產品啊 在台灣也有販賣 但是我覺得在日本喝起來 感覺就是不太一樣了 因為它這個酒精啊 只有3% 然後喝起來又是那種 甜甜的感覺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女生們出國旅遊的時候 在房間開個女子會 然後配一些餅乾啊 零食 我覺得是旅行最好的回憶 我這個白桃喝起來 就是非常的甜 有種幸福的感覺 那我們一路從剛剛的任公園 現在要走到中之島公園 那我們用這個時間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日本 就是經歷過一些 跟喝酒比較相關的 生活的事件 嗯 那首先我來分享一下就是 我剛剛搬到東京的時候啊 那時候不知道是跟我朋友 還是跟我女朋友去 上野公園賞鷹嘛 然後我到了之後才發現 竟然他們的賞鷹是一個 大量包含酒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會在公園的櫻花樹下啊 鋪那種塑膠布 然後一邊吃東西一邊喝酒 但是其實喝酒的成分 占了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一進去之後呢 就越往公園深處走 就發現哇 大家那個酒精的味道啊 已經鳥與花香已經被酒味取而帶子 就是非常的震驚這樣 每年賞花界的時候 我朋友就會邀我去代代木公園喝酒 然後我們大概是早上十點集合 然後一集合啊 大家就一路喝酒 就喝到大概晚上十點左右 就天氣 即便天氣在人還是要把酒喝完 然後即便是那個 去看櫻花的時候啊 就會發現櫻花其實早就已經掉光 所以大家其實已經不是在看樹 不是在看花 是在喝酒 走了一段路齁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喝酒聊天吧 好 那我喝的這一款是白角水哥啦 水哥的話其實意思就是在威士忌裡面加入水的成分嘛 所以這個簡單來講就是可能是比較淡一些的 那它的酒精濃度只有9% 不過對我這種沒有什麼在喝威士忌的人來說 喝起來就是比較淡的威士忌的感覺 那還是喝的出一點那種 像威士忌的香味 那我這一款金麥 Rich Motta 它是屬於八泡酒 它喝起來跟啤酒的那個麥芽感 就是蠻接近的 然後價格也比較平易近的 好 那除了我們剛剛推薦的這麼多 三德利的酒精飲料 其實在便利商店還有一些非酒精性的飲料 那像我手上的這個呢 就是三德利推出的天然水Yogurina 那它喝起來應該是乳酸菌的味道 然後這款是小朋友非常喜歡喝的DECAVITA 它是維他命飲料喔 好我們再喝喝看吧 那個爽快刺激感好像汽水 然後再搭配一點那個維他命的酸味 真的小孩子會超喜歡的 我這一款它其實還蠻 蠻淡的它就是 喝起來有點像水 但是呢 一點點那種淡淡甜甜的 就是乳酸菌的味道 所以喝起來也蠻 我覺得蠻舒服的吧 就是淡淡的甜這樣 所以就是大人喝酒 小朋友喝飲料 還不錯對不對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 來日本旅遊的時候 在便利商店就可以買到的 好喝又特殊的飲料啦 那大家下次知道 來便利商店的時候 要買什麼了喔 我是包博 我是偉恩 大家下次見 掰掰